小甜甜5日發長文揭露 2022年9月 被老公宋先生家暴的過程 而宋先生於6日凌晨發文反擊 並同步上傳一段7分39秒影片 但他在影片中所道歉的對象是教會 而不是小甜甜本人 讓網友看得相當不解 在協議離婚之前 我與我的老婆也都曾經向教會家人 表達不希望你們會 所以教會的家人朋友們 一直在努力地幫助我們和好 但是現在卻讓他們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感到非常抱歉 這是我們福西自己私底下的生活 卻讓你們承受這樣子不實的抗擊 我真的很難過 對不起 宋先生在念發文內容的時候 從頭到尾不斷低頭看稿 剛好和宋一鳴四日開記者會時 全程照念聲明稿 澄清的舉動不謀而合 迎來網友紛紛留言質問 你跟宋牧師一樣照稿演出嗎 不只網友質疑 小甜甜6日早上 於臉書隔空發文問 老公是誰指使你出來說這些謊的 是誰幫你寫聲明稿 讓你照著念的 他震驚無奈地說 真的已經完全不認識這樣的老公了 再度與網上引起熱議